我跟委員會報告 因為現在說了差不多要到12點半 所以那個 黃委員 我會簡短啦 好,你會簡短 不是,我是說 等一下大家休息10分鐘 大家吃個便當比較安靜 沒有意見了 好,謝謝 黃委員你好 謝謝部長 我想請問一下 以中長期來看,所以中長期只要一年左右 一年短期啦,一年短期 如果一年左右來看 油價有沒有下跌的可能 你目前假設像利比亞或中東情勢短期沒辦法解決的話 應該會處於高油價的狀態 可是人家在200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講說 甚至那個時候的高油價就講說 這個高油價是一個趨勢 一漲難回啊 所以說依照現在來講 包括經濟部 對於國內的這個大中原物料 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是一個價格接受者啊 是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 你只能去找 去找業者說啊能夠還漲還漲 沒有用 所以針對這個情形到最後 經濟部有沒有一個 一個什麼樣的方案 還是你就是說服民眾接受 這個高油價 在經濟部分幾塊 一塊是像 中油它是個國營事業 所以我們有漲二分之一 漲三分之一 有中油來吸收 或政府來吸收 這部分我們可以去處理 這是一塊 這一塊 第二是民營企業 到最後還是可能 就是說到一定的情形下 政府可能全面動漲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可能是個很極端的情況 當油價漲得非常高 高多少 目前沒辦法給委員 一個數字在那邊 那種情況之下 真的是已經發生了 所以動漲應該是一個政治決定 應該不完全是一個 應該不是 是政治決定 應該不是 可是你知道動漲到 如果說油價還在繼續漲的話 或是說動漲的這個期間 如果太長的話 坦白講也沒有辦法撐啊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錢 動漲太長的話 那中間的價差太大 沒有人承擔得起 對啊 所以說這個政治決定 也是一個暫時的決定 是吧 所以我覺得其實正本清遠 當然 當然 地帶能源的使用 謝謝委員提到這個問題 我們在考慮油價的時候 也考慮這個 所謂這個 高油價時代的這個 因為地眼政治的不穩定 對啊 所以呢 這預期這個高油價 可能是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的話 假如一直虧損下去 會整個差距搞得很大 到時候政府會很難收拾 散貨在那邊 是 這是其中考慮因素之一 所以最終 最終的情形還是必須 譬如說油價上漲到 某一定的程度 替代能源或再生能源 它的這個 使用就有利基了嘛 因為差價就沒有那麼大了嘛 那第二個 就是說 民眾的對於能源的消耗 怎麼樣才可以 可以 可以降低到一定的層 一定的層數 或者說他們比較起 對 對照起他們以前的 能源的使用習慣 會改變嘛 這政府應該 位於從我們來 從事這一方面的 這個 這個這個 努力 過去總統也說過啦 解能解碳 解能解碳 可是講講講講 好像我們的能源使用 事實上 年負於年還是 以工業部門不用說啦 因為工業部門 產業的問題 或是說工業部門本身的節能 或者是提升效率 它有具體的數字給你 民間的一般民生消費 也有節省嗎 去年做例子 好 2010年 是個最好的例子 那年我們經濟成長很大 在那邊 有10.8成長 換成為能源效力的話 就是說 多少GDP 用多少能源 叫能源效力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去年我們能源效力 改善了4% 改善4% 算是很高 目標就2%而已 幾乎是Double 改善4% 這是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還蓋那麼多 還要再增加那麼多 新的電廠嗎 沒有 所以這邊會去算 會去算它整個的量 所以目前 我們在算未來的能源 這個消耗量的時候呢 在算那個未來成長率 都有在調整這個數字在那邊 都有在調整 好 另外一個問題喔 部長先請 我請台糖 謝謝 台糖總算 謝謝 主事長你好 我想請問台糖去年的盈虧怎麼樣 去年的盈虧 這個詳細的數字 稅前盈虧127億 稅前盈虧127億 主要是出售不動產 土地 不動產還是佔大多數 扣掉不動產之外 本業呢 本業是12億 12億 好 如果是這樣 行政院吳院長不是說 這個國有土地喔 包括台糖 這個大面積的這個土地喔 基本上都是指租不售 那你們怎麼還會在去年的整個快捷年 賣那麼多土地呢 沒有 那些土地啊 大部分 一個是徵收 另外一個 徵收沒關係 徵收是政府要用地 是徵收 另外一個是這個都市計劃裡面的 非農業用地 建築用地 我們合建 所得到的利潤 台糖會去主動的 或是說 如果說有一些都更的 民間的都更的這個區域 台糖會加入嗎 我們會看情況而參與 我覺得其實 如果大規模的加入土地 這個這個都更喔 你會不會助長了土地的長勢 喔 基本上那些土地 或是助長一些財團的養地呢 基本上那些土地都仍然是屬於 都會區的建築用地 對啊 不會說把農地拿去 那你會參加土地 讓人家去去去炒土地 釋出土地讓人家去炒土地 那政府又 有些那些因為他是 在國有財產局 財產局那部分要求 國有土地不要不要 盡量不要釋出 在釋出 坦白講 因為財團買來 他不見嘛 他養地嘛 跟委員報告 現在40歲又扣不到他們 現在會參與 大概都是我們有一些 比較屬於麒麟地 或者是那個地區 你們一定要定立 你們一定要定立一個原則 是 是 不會整塊的參加土地 譬如說以麒麟地為優先 然後以怎麼樣 多少坪數以下的 是 才會考量 是 多少坪數以上的 你們基本上不參與 或是要經過怎麼樣的一個程序 是 這樣才不會處長土地炒做 是這樣在做 一邊 其他的政府部門在打房 你這邊拼命在炒房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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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海棠的蘭花去年的 theres 的盈余數字怎麼樣? 去年是虧損 營收6億多,不到7億 營收6億多,利潤呢? 去年是比較 比較不好一點,因為在美國的市場 在國外的部分 去年台灣整體的蘭花營收是增加的 營收是增加的 那台唐反而是衰退的? 是英語衰退,不是營收衰退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們接下來 如果有人提議 說要去中國大陸 這個以技術 入股的方式來參股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蘭花市場 或是這個在這邊跟人家 合資設公司 台唐的策略是如何? 目前我們還是要遵照這個 政府的這個政策 政策是什麼? 目前沒有開放 沒有開放 蘭花的技術對台灣來講是一個 就是說,中國大陸 以他們來講,他們技術有落後 台灣大概多少年? 現在來說應該是所差無幾 所差無幾了? 人家怎麼會迎頭趕上? 我們為什麼會 我們為什麼會 這個大家都會做研發 現在何以去做技術投資? 第二個,如果你們沒有確保技術領先 我們將來是變成一個 我們就要請人家來技術參股了 是,所以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們強調我們還是要繼續的來做研發 你們過去的成果就是落後呢? 對 這個別人也會跟上來嗎? 我們目前並不落後 這不是一句話說別人跟上來就算 我覺得其實你們要怎麼樣的能夠在技術上能夠 能夠持續領先 而且技術不外流 對 跟委員報告 你看我們台灣做那麼多的晶圓代工 都是只是代工 我們做了那麼久的這個Dram 做了那麼久 都技術掌握了別人的手裡 光是拿這個授權費 就拿了大多數你的利潤 我想舉一個例子跟委員報告 在今年的這個國際 不要台塘到某一個程度的話 到什麼時候就變成一個代工 我想跟委員報告 在今年的國際蘭花展 我們的蝴蝶藍有一個品種得到冠軍 那麼別人的參賽品種 都是這個只有那一株 我們這個品種 是已經商業化的品種 就是我們已經培養它相當多年 對它的整個這個分生的繁殖 對它的培養 對它的開花掌控 都完全很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領先 既然台塘去年 在稅前營收也大幅增長 然後這個這個在扣除土力之外 這個利潤也不錯 坦白講 你們應該多花一些研發的經費 是 謝謝國林 謝謝國林 好不好 是 不要任意的 就是說技術要外流 坦白講 如果說有一些研究人員 他自己研究的經費 然後剛好你們又有這個 技術參股或技術投資的方式 他用他左手這個研發 右手成立公司 那技術就這樣流出去 好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就是說 它的研發是一波一波一直來的 是 我們當然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啊 那就把前面的就 你就不要做太前浪 但是我們 是是是 老闆就在沙塞上 你了解我的意思 對 好 謝謝董事長 謝謝